西行纪中16年后,唐三藏带领白狼和八戒等人,踏上了送还其经的道路从沙无尽的口中。 唐三藏得知悟空的妖魂,一直被镇压在南海海底,为了解救悟空的妖魂。 唐三藏带着白狼和八戒等人,来到了南海,和南海龙族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 在战斗的过程中,南海龙王并不是唐三藏的对手,他起来了三眼神将,准备借助三眼神将的力量,来击败唐三藏等人。 三眼神将是天众中战斗力最强的神,所以三眼神剑只有一招,就击伤了唐三藏。 16年前在渔悟空的战斗中,三眼神剑还没有能处全力,凝空就因为受不了解够众,直接败在了三眼神将的手上。 这时候,三眼神将在对付唐三藏和诸八戒和杀户进行的人的时候,我们看到三眼神将改变了自己的战斗状态。 为了对付唐三藏,三眼神将的发型,发生了变化,之前的头发,一直是绑在头上的,这时候三眼神将的头发,直接完全散开了,看起来就是披头散发的一种状态。 这种形态的三眼神将实力全开,可谓是最终形态了,唐三藏在三眼神将的攻击下,腹部已经完全受伤了,之前唐三藏还能抵挡南海龙王的进攻,但是面对这种状态的三眼神将,有谁能够顶得住呢?